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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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款萝卜饼 俗话说东吃萝卜下吃姜 那么现在这是吃萝卜的大好时光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它非常简单 准备一根萝卜白萝卜去皮 然后我们会用一个擦湿器 这样擦湿器把它擦成丝 到我们现在就把它 把它的头和尾去掉 然后我们把它在擦湿器上面 可以用来把它切成丝 用擦湿器就比较简单省劲 大家用的时候注意手不要伤到 好这样的就可以了 你可以这样的断切面的方式 然后把它擦丝 一个大萝卜马上就会擦完丝了 好 好我们可以接下来撒一点盐 把那个萝卜稍微刷一下 去除它里面的辛辣味 然后用筷子拌匀 然后把它静置一会儿 让它刷出点水分就好了 那这时候呢 那个萝卜已经出了很多水了 我们可以稍微倒掉一点点 但是也不要全部倒掉 因为我们待会还要和面粉 所以需要一点点水 可以倒一点点走 因为太多的时候可能会稀 不太好成底 好我们还留一点点 然后因为我们还要调味 这时候我们可以放一些姜进去 增加它的香味 然后根据大家自己的喜好 因为我们已经放过盐了 不用再放盐 但是呢也可以还放一点酱油 根据大家自己喜欢 可以放一点 比如说辣椒粉什么的 会让它的味道更好一点 把它拌匀 有一点点颜色 因为已经放过盐了 所以不用再放盐了 好 我们这时候放一点点面粉 不要很多 一点点 它主要就是起一个粘合的作用 把它粘合在一起 所以不用太多 所以不用太多 因为我们这道菜 因为我们这道菜主要吃的是萝卜 不是面粉 所以在放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量 好 那我们现在准备来开始开煎了 然后就是把锅上面喷一点油 什么锅都可以 我看好家里有一个这样的锅 然后等一下可以 正好做四个 好喷一点油 把包包都喷一点油 然后再把我们的萝卜丝 把它放进去 这样的锅比较好成形 稍微煎薄一点 大家可能会喜欢 我想可能大家会喜欢吃这种比较脆脆的 那么就可以稍微做薄一点 这样它就口感就更脆一点 也比较容易熟 好四个萝卜 萝卜饼已经都放好了 我们开始开 火不要太大 中小火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两边煎黄了 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